Digital Image and Computer Simulation 各位好 今天想要跟各位介紹的一篇文章 名為Digital Image and Computer Simulation 數位影像與電腦模擬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巴巴拉弗萊克格 這篇文章是出自於一本書 叫做《科技與慾望》的合著裡面 文章一開始作者其實舉出了1992年 William Mitchell在《重構眼睛》的這本書裡面 所探討數位影像的真實性的一個問題上面 William Mitchell除了在探討真實性的問題上以外 他更指出了一些道德意涵的一個議題 但是文章 這篇文章的作者巴巴拉弗萊克格 他想要把這個數位影像的一個論述的一個焦點 聚焦在不同的面向上面 那這些面向包括了數位影像建構的過程 背後的一個在線的或是認識論的一個原則 那這篇文章並不是關注數位影像如何扭曲了他們所在線的物或是物品 而是關注在數位影像是如何建構他們的一個在線物上 那在《重構的眼睛》這本書裡面 Mitchell認為說數位影像在本質上面隱藏著一種在線的危機 在他的論述裡面我們大概可以把數位影像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 第一種是合成影像 第二種是影像處理 第三種是電腦生成影像 但是他很少去論集影像接收的一個符號語用學的一個觀點的面向上面的一個討論 那這個面向最主要討論的是說影像在什麼樣的一個文化符碼下面 被呈現出來被建構出來 那這個面向其實是攸關著觀者的一個反應 所以大部分的CGI 所謂的一個電腦生成影像 其實都被視為是一種虛構的 他需要用不同的一個知覺和詮釋的模式 來完成他的一個意涵的一個建構 所以許多的學者其實都把數位的影像當成是一種騙數 比如說像Keter 那他就宣稱了數位影像其實都是一種偽造品 那因為他們是利用所謂的電腦的一個像素結構來愚弄大家的一個眼睛 那這些像素結構所這個構造出來的只不過是影像的表象而已 所以作者巴巴拉弗萊克格其實把這個數位影像的分類的架構奠定在一個所謂的分類的一套新的一個分類的架構裡面 這套分類架構裡面主要是把這個數位影像的製作的技術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紀錄 Recording 第二種是所謂的模組 Modeling 第三種是描繪 Painting 那在本文裡面呢 其實作者也將這個電腦模擬 視為是數位影像製作的一種 不僅採取CGI相關的一個認識論的一個觀點 那同時也對比在線的這個所謂的類比的一個模式 那作者提出他認為說 數位影像的本身其實是一種抑制性的 也就是說他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在線的一個模式 那更是因為他們跟物件跟場景之間的一個關係其實是極為不同的 以及他們極為不同的一種美學表現以及他們的一個功能 所以作者其實在許多論述當中去指稱根本不存在數位影像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他說存在的其實只是一種影像的多元性 那他把數位影像分為六種 第一種他把它稱之為是攝影 也就是說數位照片跟類比照片在數位的時代當中 其實是很難做區分的 第二種是掃描 也就是說將這個類比影像數位化的一個過程 那這一類的數位影像 無論是在功能或是在美學上面來講 都是源自於類比的一個影像 第三類是2D的一個繪圖 也就是透過繪圖的工具 像brush 像pens 所繪製出來的一個數位影像 那透過這些工具 我們可以模仿任何傳統繪畫的表現手法 但是他卻不具有這個傳統類比領域的任何的一種可能性 那第四種是2D的影像處理 這種2D的影像處理其實是源自於古典的修圖 就是我們在講的一種retouching的一種形式 但是數位的一個處理的一個方式 當然比較具有更多的一種可能性 那第五種是所謂的電腦生成影像 就是我們俗稱的CGI的一個影像 那以3D模型或是動畫製作的一種軟體 所創造出來的一個物件或是場景 然後再用2D的一個影像 有可能是動態有可能是靜態的一個方式來呈現 那這些影像可以是攝影的規則 也可能是一種非攝影的一個規則來進行劃分 那大部分來講這個數位影像 其實就指設的是一種CGI的概念 那最後一種他把它稱之為是一種composition 就是所謂的合成影像 也就是說把不同來源不同的一個影像 重新的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合成影像可以產生完全虛幻的影像 完全無縫接合的一種影像 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一個影像 那作者認為說 上述六種裡面的2D繪圖 2D影像處理跟合成影像 都可以被稱為是一種影像處理 但是現在我們幾乎不會將 攝影影像跟電腦生成影像 也就是所謂的CGI去混淆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並不是以影像的表象 來判定他們的一個起源 而是以我們對於這些物件或是場景的一個知識 來進行判斷的喔 所以作者更進一步去指出了數位影像的一個共通的一個特質 他認為說即便數位影像之間有很多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但是他們其實都共享著某一些共通的一個特質 這些特質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所謂的點陣圖形 那這種點陣圖形其實是由水平的和垂直的一個像素所組合而成 而且這些像素呢 其實是被編碼為0或1的一種二元的一個系統 所以數位影像其實是真實世界的一個現象 予以量化編碼的一個過程 所以其實CGI本身其實是在這個所謂的一個紀錄 描繪跟塑形的一個過程喔 那除了上述的一個分類的架構以外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CGI與這個描繪的世界之間的關係來加以分類 所以弗萊克格他認為說關於不同科技策略 以及認識論當中的一個基礎的一個研究裡面 他歸納出三種不同的一個模式 第一種是紀錄第二種是繪圖第三種是模組 那他其實有指出第四種叫測量 那第四種的一個模式其實扮演的是一種鏡子的一個角色 也就是說在電腦模擬當中它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謂的一個測量指的就是正確資料的一個收集 比如說在電腦當中重建物件或是建築物 那這三種所謂的不同的模式第一種叫紀錄 其實就是根據一種協定Protocol 來了解某一種實體結構當中如何被轉譯的喔 比如說動態擷取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分不一樣的一個動作的資料 3D空間當中的一個紀錄 或是影像建模的一個技術來完成 這個我們把它稱為是紀錄 第二個是繪圖 繪圖指設的是影像生成跟影像處理過程當中的一種模仿工具 比如說用筆刷或是畫筆的一個工具的功能來完成 第三種modeling是模組的喔 那所謂的模組其實是在CGI的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它是建立在一種程序性的動畫模擬的過程當中 來完成它的一個影像的一個結構 所以大部分來講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所謂的CGI是不同策略之間的一種混雜的一種合成 也就是說動畫可以是動作的擷取 那質感呢它可能是繪圖的一個結果 那模組化的過程當中可能就是整個這個所謂CGI創作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一篇文章其實有一個非常簡單 而且很重要的一個結論 結論是要告訴我們說當我們都說繪畫是對於現象的模仿 而且是一種以觀察為主的模仿的時候 其實這個所謂的CGI的模組化的過程 所需要的則是對物理原則的一種正確的一個理解 那這個物理原則它既不是數學的 也或是不是一種簡單的一種紀錄 而是我們所探討的透過 比如說像碎形幾何學的一種演算法等等 來完成的一種所謂的影像處理跟創造的一個過程 所以其實文章很簡單的想要告訴我們 就是說現在的CGI的數位影像 到底是如何透過電腦模擬的一個方式來完成的一個概念 我想這篇文章最簡單的一個重點就是在這邊 那謝謝各位